大家好 我是Micky 本安樓市氣氛不明朗 整體樓價和地價都要向下 市場原先憂慮有樓標風險的啟得住宅地 最終由順治、中國海外、英軍和華治合組的財團 擊敗其餘5個發展商 以53億5千萬中標 而可見樓面超過99萬呎來計 每呎樓面地價大概是5,392元 雖然中標價符合市場預期 但都要留意了 今次的樓面地價不單比長實去年底 中標的雙輪地皮 在近9個月之內跌價大概1成2 亦是啟得住宅地皮9年的低位 重返回2014年的水平 發展商開價審診 除了受到市場影響之外 亦與要興建多項的社福設施 和地下階等等有關 業界就估計整個地盤發展期 需時6年或以上 而日後落成單位的賣價 每呎都只是大概1萬5千元 樓市吹淡風 新本發展商要去貨 都需要以低價來推售 但未必每一個都能夠完全複製到 詳實遊堂親海站的震撼 由路徑和深圳控股發展 位於屯門掃管区的海和山 上個星期就公佈首張價單 截實平均尺價大概是1萬1千088元 雖然重返回4年半前 同區The Camel首批截實軍尺 大概1萬0901元的水平 而個別單位截實尺價更加低 9千1百多元 是6年以來全港新盤首批的新低 但對比附近一帶的半新盤 近期的二手造價 海王山都只是貼近二手市場 相對之下 親海站的開價都比九龍市區 新進二手屋苑有大概兩成半的折讓 這個或者是和發展商當年 以高國同區平均地價 大概4乘4至近8乘2 即是31億6800萬投得地皮有關 而當時發展商預計 投資額大概是50億來計 口價已經屬於成本價 好和山仇將價單攝去140房 涵蓋開放式至三房間價 入場291呎的開放式庫 截實大概312萬5千元 而截價見9折的就有8房 截實截價大概是9168至990元 好和山收費反應不錯 超額仍舊超過16倍 發展商都考慮在短期之內加推 最快今個星期末首輪銷售 不過都要留意了 青山公路同區 由長實和新地合作發展的飛揚一期 都部署在短期之內開放燃樓示範單位 正面折擊 問題8剛剛過去的週末 在未有全新盤推售之下 一手市場錄得大概24宗成交 其中9件旗下的張軍澳海恩莊園 就賣出了6房 合共套現近3千萬 至於在上個星期連絡5中塔訂的 雄地粉蘭北 找Innovel Cabana 週末就賣出其中一伙 並且加價了2% 轉看看二手市場 今個星期四凌晨 美國聯署局就會公布議息結果 市場觀望氣氛濃厚 加上雙油新盤推售 部分二手的減價盤已經被吸納了 成交有所回落 皆乎4至6宗 重返回單位數的水平 今集就和大家看看其中3宗的成交 天水圍江湖山中 在6呎價低過8千元的成交 景湖居二座中低層 一間使用面積638呎的三房套單位 新近270萬億手 呎價大概是7367元 原業主原本是叫價498萬 求濾減28萬即是大概6%獲成折 由於單位在2012年 以315萬買入 所以賬面仍然可以賺到大概155萬 持貨大概11年 單位期內升值大概49 第一宗就來自屯門半新樓沿海 業主就要涉量離場了 低層一間224呎的開放式單位 原業主起初是以340萬放盤 濾減45萬即是大概170萬 以295萬沽出 赤價大概13000元 原業主在2019年 以大概391萬一手賣入單位 持貨大概4年 賬面要虧超過96萬 單位期內貶值近兩成半 最後一宗同樣來自屯門 由超豪首置客 Full Pay370萬 在自由市場賣入居屋兆康苑 一個使用面積429呎的量房單位 新買家是外區首置客 計劃搬出市區居住 見到單位附設裝修和部分家電 可以即買即住 而屋苑又坐落在公共交通交回處 於是就增加以複 減價達到50萬之後買入 即價大概是8625元 原業主在2009年 在自由市場 已大概88萬買入這個單位 時事轉手 賬面可以獲利到大概282萬 持貨大概14年 單位期內升值到超過3.2倍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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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查看